呃 光耀哥 光耀来啦 莫夫人 你是谁啊 光耀啊 婉甸小姐 有劳你们二位出来迎接 广耀真是荣幸之至 农客气了呀 农是贵客呀 应该的 不过 这位小姐是 好久不见 我是穆婉卿 你 你是婉卿 真的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居然是你呀 婉卿 农卫来了 卫来了 终于回来了 太好了 咱们家的司机呀 太不会做事情了 我让他去接你 居然把你接丢了 好在 光耀把你送回来了 阿弥陀佛 下下冬啊 光耀 没事的 多谢翠衣惦记啊 什么翠衣啊 我妈现在可是木工馆的夫人 你得叫夫人 你得叫夫人 没关系啦 叫什么都可以 咱们是一家人 对了呀 你们两个人 怎么会在一起的呀 光耀 这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请夫人先把婉卿小姐安置下来吧 她这一路也累了 好呀 好呀 徐城 把箱子给婉卿小姐 是 小崔 赶紧帮大小姐把行李拿上去 没事 我帮婉卿小姐提上去就行 请问房间怎么走 我带你们过去 这边请 谢谢 光耀哥哥 妈 先别慌 问清楚再说 你光耀哥哥从小就心眼好 跟他又是旧相识 对他 只是可怜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罢了 行 这边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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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的箱子给我吧 我先帮你送上去 我自己来吧 这里这么多人看到也不好 没事 我来帮你送上去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你的箱子 婉卿小姐 这就是您的房间了 你先下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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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看来绑你那个人 身份确实不同寻常 是 是 偈家属 姐姐 这是妈妈为你准备的衣服和头饰 是 吴会马上开始了 你赶紧梳洗一下 嗯 光耀哥哥 徐伯伯马上到了 我们下去一起去接一下吧 正好也让姐姐梳洗一下 好 我先跟你下去 嗯 先换洗吧 光耀哥哥 我今天穿得漂亮吗 很适合你